加上我們有一個新的operator 今天我上班 舊的operator在哪裡呢? 在這裡 為什麼呢? 我們常常希望有兩個operator 另外我們終於可以介紹我們的operator 之前大家很想念Anna Ada 之前大家很想念Ada 正如我所說的公道馬是最中肯的 靚就靚,不靚就不靚 年輕就年輕,老就老 Ada我要怎樣形容呢? 嚴肅 走到外出 你未必會起眼 但是當你日日朝夕相對 你總是會發掘到一些好處和優點 OK 當然 我剛才的論述這個說法 是可以apply到每一個人 但是如果你說Ada 是不是Ada? Ada已經很滿足你們的想像的話 我跟大家說 首先我要介紹今天的新的operator的名字已經很特別 你記不記得? 當然記得,但我不想他的全名 他的名字 讀金和我兒子很相似 我兒子叫我 我老婆一定罵,所以我不能說了 你知道我兒子叫什麼名字嗎? 你是不是很相似? 相似 我帶他兒子,即是我的外山 回來我們土瓜懷,我舅哥來探望媽媽 爸爸也帶孫子給我們看看 我帶我外山給我看看 我發覺很奇怪 我外山睡到十一、二點 即是晚上一、兩點就要我喝你的奶 什麼都還未說,幾個月而已 他就會說 喵,喵、喵、喵 這是阿米 開始我當然想著 咦! 小朋友天生,我家就要媽媽教他 但我後來越來越多,認識很多小朋友 都是這樣的 可能是父母跟他講的 還是她有什麼 他吸收到 他第一個是知識的 未必是媽媽 可能是Miu一食 最簡單的 Miu 今天我們的同事 新同事 part time的同事 她叫MiuMiu 對大家是否有很多遐想 人如其名 那我就不敢這樣說 MiuMiu 連華雙十 都未到 她大約是五尺三 你看到她不止五尺三 為什麼呢 因為她的手腳比較縮長 你不用這樣看 於是你顯得她的人 好像不是 好像比她本來的身高更高 她一頭黑色烏黑的長髮 而且你可以說是最老套 但也是最難得的長髮 為什麼為之老套 因為天生出來黑衣都漏長頭髮 黑洗頭就是這樣 怎麼說是難得呢 因為她真的是 養了牆牆收花 日遙樂下 就像我上星期唱那首歌 是瀑布一般的頭髮 如果再去形容深一點 就好像1992年王興平拍的廣告 或者 王興平不夠紅 像1989年周慧敏拍的廣告 其實周慧敏拍洗頭水廣告 是一件 世間的歧視 因為大家認識周慧敏 今天我會說周慧敏 她出道是錢頭的 但是周慧敏在幾年之後 竟然拍 Rejoice 飄游二合一 在這裡這樣 但我印象最深的是誰 誰呢 張德培 張德培是89年 Rejoice 飄游二合一 今天阿Miu Miu的頭髮 就是這麼難得 因為年輕 烏黑的 好像一層油 一層油 旁一點 而最特別不是 好像頭一層油 亮亮亮的 而最特別的是 因為她今天上班 她沒有化妝 但正所謂十八就無醜褲 加上她一個很大色 今天她戴上眼鏡 我要怎樣形容她 她就好像1984年的新宅師兄 裡面的張萬鈺 她是未知道自己的條件 是 即是為什麼 M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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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清楚 我跟你說 我講一次而已 她是未知道她的條件 是去到那個高度 她以為自己是一個普通的女生 她未必很有自信心 OK 又或者她極有自信心 因為她今天穿那條裙子才會令人激烈讚賞 你是沒有自信 是不會穿這些裙子 你說如果裙子 你說如果裙子 是有自信的 我跟大家說 她那雙花脈仔 和那雙鞋 簡直是經典之中的經典 這些花脈 這些花脈仔 我除了在兩歲之前的小朋友 穿過那些女生 兩歲之後 我都未能見過有女生 會穿這樣的花脈仔 而她竟然穿了這樣的花脈仔 穿了黑皮鞋 穿這條裙子上來 一開門 我第一時間 我當然是馬上知道不是 我以為是表姐你厲害的鄭玉玲 是呀 我問你 你怎麼打到你呀 我好害怕呀 因為你知道我們經常在日難共產黨 不過我只是 疼了一秒而已 因為我肯定 在中共裏面是不會有一個女生 荔質天生到這樣 而出來 真的做突擊的 如果這樣就做了雞 在共產黨裏 是 但是共產黨做雞 也是做特務 當然 他們也不會找這些來畫我的 我相信 所以我覺得 如果大家對Aida有期望的話 這個喵喵 更加可以滿足你們的種種幻想 還有期望 這一陣子我們很旺 上個星期有CARE 上來 在澳洲來 老實說 CARE 其實讀一個音而已 CARE CARE 是這樣的 OK 其實CARE 已經是秀息可餐 可餐的 但如果比起我們Miu Miu CARE 就略嫌成熟 而Miu Miu 再說多次 她是未知道自己的根兩 我經常跟林康正說 大人師如果Miu Miu 紅了出來 或是嫁了有錢人 如果在街上見到我們 叫聲鼻梨哥 叫聲林康正 那就是這麼多了 你還想什麼 我們曾經能夠擁有過一個這樣的同事 應該是值得驕傲 沒錯 所以你們曾經能夠 給這個女生 上機來聽啤梨晚報 其實你們應該值得慶幸 今天絕對應該是大贊助 即是給多些課金 超級留言 當然如果你們課金夠的話 我們會嘗試這樣 我們會力勸Miu Miu 給我們出鏡 出一下Miu嗎 不是出Miu Miu還沒得出鏡 這麼年輕 我們希望她能夠 逗留比較長的時間 因為現在都在讀書 我盡快希望遭到Studio 我再開一個節目 不過我不要爆 讀書的道理 全校是最高的對紀錄 OK 那又怎樣 很厲害 這位就說很厲害 OK 好了 我就希望可以租到Studio 可以快一點 譬如我現在 越來越多的小女生 我們已經收了電話 是不是可以開一個 好像Y2K4葉草的節目 那我就進去做 教他們打排球的阿sir 什麼都可以 OK 那Miu Miu會不會給大家看 如果她把手給大家看 其實另外有更多突出的地方 可以讓大家看到 OK 譬如那副眼鏡 是 那副眼鏡真的好像我在家 晚上睡覺戴那副眼鏡 好像 我那副就是一百六十多元 連鏡子 我常常戴這些眼鏡 Anyway 她那套裙子 那些圖案也很特別 真的 有些像我老婆的睡衣 有些像我家的窗簾 是嗎 你家的窗簾 不會是吧 不是我選 如果我家的窗簾 你家的窗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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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窗簾 在人窗簾之中 我們男人特別是看到 骨架細 雖然是33個胸 但是33個 可能是C級 D級甚至是E級 其實情況有些像我們喵喵 我不要猜她吸 第一天上班後很尷尬 如果你們說是否這麼厲害 來吧 每天5點後上來 購物 就有機會撞到她 當然有時候上學就撞不到她 你不要說我們吹水 沒有辦法嫁 包括你阿喵喵 你這麼年輕 不要嫁子男人 不要嫁香港人 就算去美國嫁黑鬼嫁紅 什麼人都不要緊 只要拿到美國護照 屌你拿含鬧也含不笑 含鬧 含鬧 含鬧死了 含鬧 含鬧含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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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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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鬧